HELLO,我是阿怪 今天來分享關於2024年10款還不錯的 像素風格手機遊戲 讓你再看遊戲介紹之前 記得先訂閱我啊 那我們看一下2024年10款還不錯的 像素風手機遊戲吧 家園異星雨夜人 是一款獨立像素廢土風的角色扮演遊戲 主打冒險策略玩法 採用像素風打造一個與眾不同的廢土世界 故事的背景在星球環境日益惡劣下 人們生存越加艱難 為了防止最壞事情發生 人們建立了星環 就在逃離的過程中 無數的骨絡被迫分離 若干年之後 人們再次回到這個自理破碎的星球 但是如今這個星球已經變得完全不一樣 玩家將扮演獵人 在往返星球與星環之間 完成各種艱難的委託 遊戲主打就是即時的戰鬥模式 玩家在遊戲中可以控制角色的移動 也可以控制角色對誰做攻擊 在戰鬥上面也有多樣的策略玩法 像是我們輔助角色被攻擊的時候 就需要暫時去攻擊對手來吸引仇恩值 而在遊戲中也有很多的職業特性 輔助、坦克、治療、輸出等等 也能使用每位角色的專屬技能 在搭配上面就非常有特色 另外在戰鬥上打怪物的時候 也會有機會掉落物品 在靠近的時候就會撿起來 之後就可以使用這個武器的技能來做攻擊 不過只能夠使用一次之後就會消失 所以每個角色就會有一個技能 還有一個物品欄位 後期再達到一定的等級 就可以開通不同的技能 在戰鬥上面就會變得更加豐富 像是前期的坦克就會多一個嘲諷技能 就可以針對敵人去做使用 也就不用再去拉仇恨值了 而在裝備上面 裝備不同的武器與防具 除了外觀變得不同之外 在攻擊方式也會有所改變 後期也會有多樣的BOSS可以挑戰 遊戲整體故事的劇情做得非常好 2D像素風的同時 也有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和故事背景 劇情上面也完全不拖泥帶水 敘述的方式也能調動玩家的積極性 讓人家更想看下去 以前鍛鍊的是一款 國風像素修真玄幻的手機遊戲 在遊戲中 玩家將扮演的主角墨西柚 為了尋找失去的記憶 一同塔上修真之路 遊戲的玩法有點像是以前電腦玩的武俠RPG 在戰鬥上面則是塔防類型 玩家需要根據自己的等級 就可以安排角色進入陣營 在戰鬥開始之後 需要累積能量才能召喚角色上陣 上陣除了會消耗能量之外 玩家也可以使用裝備的卡牌技能 另外玩家可以透過升級升星 來提升角色的屬性 另外還能夠進階角色 就能夠讓角色學習更新的被動技能 之後也可以在戰場上直接使用 不僅如此 遊戲中還加入了非常多的建設元素 玩家可以透過建設來取得更多的遊戲資源 還能夠建設多樣的均勻 均勻的等級越高 戰鬥開場之後也會有更多的小兵 加入戰場 更有SLG 沈浸式沙盤戰場 讓玩家可以享受大規模的戰鬥玩法 採用HD 2D的奶墨像素風格打造 真實的動態物理與光影效果 還有細膩的武俠劇情 讓你體驗原汁原味的休閒旅程 瑪娜蘇夏的英雄們是一款像素風的冒險RPG 玩家將歡迎失去記憶 但是身份卻是高貴的未來的王 將與其他的探求者相遇 與他們一起展開一段未知的冒險旅程 遊戲的玩法是2D的冒險RPG 雖然畫面是像素風格 但是遊戲表現出來的畫面還是不錯的 戰鬥部分 玩家是可以使用一個普通攻擊還有一個技能 也可以利用衝刺來閃躲攻擊 更能使用玫瑰角色的專屬必殺技 而其實遊戲的玩法真的很多元 我個人覺得有點像是2D版的原神 像是在野外遇到發光的寶箱 就需要擊敗守護怪 就能夠解鎖寶箱 而如果是遇到瑪娜監測儀 就可以開啟他 之後就可以透過他傳送到自己的目的地 而每位角色也有自己的特色還有屬性 像是一開始的鷹哥 他就是火屬性的射手 必殺技也都是火炎的範圍攻擊 更可以透過火屬性的能力來破解開關 也會有其他的屬性還有角色 再搭配豐富的狗鄰居 玩起來非常豐富 後期也可以透過委託揭取任務 就可以獲得更多的金錢 火環C款像素風格的橫向動作手機遊戲 描述過去的人類都會破碎世界後 被挖掘的只會塑造了新的生命形態 一部分人類企圖利用影的力量熄滅火種 讓世界重回破碎於時機 玩家被選作為最後的總火管理人 與不同的夥伴一起平息災息 對抗一獸、把握自己與人類的命運 戰鬥的方式採用像素風格橫向動作 在戰鬥上的場景選擇具有獨特性的像素風格 戰鬥的角色則是以Q版造型呈現 感覺有點可愛 而玩家可以使用一個普通攻擊 還有兩個主動技能 在攻擊敵人的時候 就會累積下方的能量 因為使用主動技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 而玩家一場戰鬥最多可以安排三位角色 在戰場上的時候也都可以隨時切換 不過需要消耗一點能量 而頭向下方還會有角色的怒氣值 當累積一個就可以使用一個必殺技 整體的戰鬥非常有水準 而遊戲中角色元素也會有所不同 當遇到有護盾的Boss 就可以利用人物的屬性將他擊破 之後也可以輕鬆的擊敗Boss 雖然是像素風格的角色人物 但是在打鬥上面的光影效果 還有動作的流暢度都非常好啊 比起市面上的像素遊戲類型 畫面與品質真的都好上一大節 玩家能夠收集種多的美少女 與他們一起守護人類的未來 黑心勇者是一款經典日式像素風RPG 幻想之心上 魔神入侵 異象平生 遼風自虐 各地詭異的以及拔地而起 為了拯救大陸 勇者們迎亂而生 作為新人冒險者的你 意外來到了南大陸的魚人村 故事就從此展開 一開始共有五種之夜 獵人 戰士 魔法師 潛行者 聖騎士 每個職業也都會有男女可以選擇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玩家可以選擇角色的種族 每個種族也都會有不同的特色與優點 戰鬥的部分採用即時制 玩家可以控制角色 並且使用多樣的技能去做攻擊 遊戲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多樣的夥伴系統 玩家將可以透過傳達還有任務 就可以取得夥伴 也能夠與他們在戰場上一同作戰 最多可以攜帶四名夥伴 每個夥伴也都會有不同的特色與技能 另外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遊戲採用了紙娃娃系統 玩家裝備了不同的防具也會顯現出來 而且遊戲中並沒有武器的限制 就算你是法師 也是可以使用短刀與敵人短兵相見 到後面還會開啟自動戰鬥 在一些比較簡單的關卡就可以直接使用 遊玩起來也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遊戲採用的日式像素風RBG 在很多地方都會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劇情 整體玩起來非常有趣味 以計傳說旅人的地下城 是由韓國遊戲公司 虧死一買自主研發的 像素風冒險RBG手機星座 以幻想世界作為背景 發生在一個稱為破曉的大陸上 玩家將扮演一名 搭上追尋自我的旅人 攜手一路斜鉤的夥伴 共同擊敗強大的魔物 為世界帶來破曉之光 一開始共有物種職業可以選擇 騎士、戰士、法師、弓箭手、刺客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特色 而遊戲的玩法就是幾十字的戰鬥 整體的流行內容比較像地牢打寶那樣 在戰鬥之前還需要選擇釋放技能的方式 而戰鬥的遊戲手感還蠻不錯的 很流暢也不會卡頓 不過在移動的時候也需要特別注意 會不會被建築卡到 因為遊戲中地圖的怪物真的非常多 一次都會來一大群 尤其是遇到比較多的遠程怪物時 就要比較小心一些 而隨著等級的提升 我們就開始學習新的技能 每個技能後面還會有新的被動技能 用來增強你的技能等級 也可以透過打寶賺取金錢 就可以購買更多的武器裝備 而後期還有更多的副本玩法 還能與好玩們一起聯機挑戰強大的BOSS 無名騎士團 像素英雄 是一款有趣的像素收集動作 RPG 雖然各自角但是异於強大的像素騎士團 每個騎士都有獨一獨二的技能 玩家將扮演與深淵之主戰爭過後 700年過後 劍靈立立的主人一同展開全新的冒險旅程 遊戲的玩法是放置類型的騎士戰鬥 玩家可以安排多位角色上陣 在戰鬥開始之後就會自動戰鬥 玩家還可以累積入技時就可以使用必殺技了 而後期就可以全部改成自動戰鬥 這樣卻比較方便 在戰鬥上面也有很多的特殊玩法 騎士之間的共鳴羈絆 像是戰士他們的共鳴 就是能夠減少技能的冷卻時間 而在角色站位上面也有很多種變化 像是前排搭配後排法師玩法 就可以挑戰單獨的BOSS 而如果遇到刺客的話 他開啟就會閃失到我方的後排 這時候就不能用這種排列陣型 另外也有更多樣的副本 則是會從四面八方炒我方的角色進攻 這時候就需要安排全部戰士的類型來做應對 除此之外 遊戲也加入了一些養成的元素 玩家可以在遊戲中建設房屋來獲取資源 並且要讓我方的騎士團城堡進階 才能夠安排更多的英雄上陣 藉襲獵母團是由Super Penny製作的 Lookline射擊RPG 透過各式各樣的武器與角色自定義功能 為玩家提供了深度的戰略樂趣 人類與魔法神物和平共除 這份和平被一部神秘的力量給打破了 為了對抗這股邪惡勢力 共同組建了劍習獵物團 玩家將扮演一名劍習獵魔師 踏上一段冒險之旅 遊戲玩法是射擊類型 一開始玩家可以使用一個技能 還有不同的武器做攻擊 最多可以取得兩把武器在身上 隨時也能切換 有些是近程攻擊 有些是遠程攻擊 有些還會有集氣的效果 就可以發揮出強大的一擊 而且當拿到品質好的武器 還有機會可以增加一個武器技能 超過100種隨機掉落的武器 讓玩家面臨全新的挑戰 除此之外 遊戲還有另外一種玩法 就是卡牌玩法 玩家能夠收集卡牌 每一個小關卡都能使用一張 當完成卡牌的組合技能 就會有不同的攻擊效果 通常在對付大量敵人 就會有非常好的傷害 後期還可以針對自己的角色去神奇天賦 就會有不同的技能 還會有多樣的人物可以解鎖 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特色 而遊戲操作十分直觀 透過遊戲內的控制器 可以輕鬆移動攻擊 多樣化的武器還有寶箱搭配 都會為玩家提供最深刻的戰略樂趣 Rubborn Night 是一款像是風新概念的策略戰鬥UPG 玩家將扮演被通緝的騎士長 為了洗刷冤屈 參加王者之間的聯賽 才有能力改變這個國家 遊戲的戰鬥是橫向的卡牌 玩家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陣 在開始之後 角色就會自動戰鬥 而玩家當累積能量之後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專屬必殺技 遊戲中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玩家的能量是可以累積兩次的 當你使用累積兩次的能量之後 使用出來的必殺技就會有加成效果 有些技能還會再增加一些被動效果 因為到後期玩家戰鬥場次會比較多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開啟自動戰鬥 還有二倍加速 這時候我們的戰鬥也會變得比較輕鬆 玩起來也會非常爽快 而玩家可以收集多樣擁有不同特色的角色 每個角色也會有輸出、防禦、遠程等等的攻擊手段 可以利用升級裝備來強化自身能力 或者是透過碎片來覺醒 這樣就可以增加更多的被動技能 後期也有多樣的副本 整體來說算是不錯的小品遊戲 靈蘭之界為這和平的世界 是一款採用經典像素工進行打造的SRPG手機遊戲 擁有數十個風格異區的用兵職業 豐富角色的養成要素 玩家將可以在這裡體驗到豐富的故事劇情 故事就從失去記憶的玩家在地牢被抓住的開始 而玩家透過了神秘的力量 又將時間恢復到了過去 遊戲採用的是戰棋玩法 雖然是像素化風格 但是遊戲的畫質非常好啊 採用現代的3D渲染技術 進一步提升像素風格的美術表現 在殘部的戰場上 都可以看到微微起火的廢墟加上粒子的特效 而在遊戲中角色人物擁有非常多的屬性 在遊戲中玩法也非常詳細 像是法師或是弓手 在前方有敵人的時候就無法攻擊對方了 或是石油魔法在草原上也會有著燒的效果 這跟場景與戰術上面都真的蠻用心的 讓很多豐富的技能都具有策略性 而後面更有多樣的玩法 大量的隨機實踐 讓遊戲的內容充滿了新鮮感 隨著時間推進和大部隊的擴張 到了相應的節點就會觸發主線劇情 因為是沙盒4的多結局設定 所以對話的選項不同 是會直接影響劇情的走向喔 整體來講就像是一個 look like 陽城 還有戰棋玩法的遊戲綜合體 以上就是2024年4款還不錯的 香水風格的手機遊戲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還有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高科學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